中国一贯反对军备竞赛 坚持多边主义 履行军控条约 支持安全领域的对话与合作 对国际安全与裁军事业的积极贡献 有目共睹 美国才是当前全球战略安全与稳定的最大威胁 一 痴迷穷兵独武 美国军费常年高居世界第一 2019年达7000多亿美元 占世界军费总开支近40% 超出排在美国之后 10个国家军费开支的总和 二 重拾冷战思维 美国在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和态势审议报告中 公然将中国 俄罗斯定位为战略竞争对手 渲染外物威胁 挑动大国对抗 三 奉行单边主义 美国撤出中导条约 退出伊核问题全面协议 取消对武器贸易条约的签署 消极对待续签New START 对多双边军控条约体系 采取赤裸裸的实用态度 四 谋求自我松绑 美国不断升级核武库 降低核武器使用门槛 利用所谓三边谈判借口 逃避自身核裁军的特殊责任 四 近期甚至讨论重启核实验问题 五 大搞政治操弄 美国在核不扩散问题上奉行双重标准 滥失单边制裁 借伊核 潮核等热点问题整治一己 推行地缘政治议程 六 打破战略平衡 美国在亚太 中东欧部署反导系统 寻求在亚太和欧洲地区部署陆基中岛 企图强化军事存在 建立绝对优势 七 阻挡生物军控 美国独家反对禁止生物武器公约 核查议定书谈判 妨碍国际社会对各国生物活动 进行核查的努力 成为生物军控进程的绊脚石 八 迟至化物销毁 美国作为世界上唯一拥有 化学武器库存的国家 多次推迟化武销毁时间 消极履行自身义务 成为建立无化武世界的最大障碍 九 推动星球大战 美国组建外空军 成立外空司令部 加速开展外空武器实验和军事演习 威胁外空安全 严重背离和平利用外空的理念 十 构建黑客帝国 美国通过棱镜门等项目 在全世界大肆开展网络攻击和监听活动 大力发展网络作战能力 企图称霸网络空间 我们希望美方在 75届联大一委后续工作中 本着开放 坦诚 负责任 建设性的态度 与各国一道努力 推动会议取得成功 推进国际军控和裁军进程 维护全球战略安全与稳定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